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二日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 哀悦低回 正听上方悬挂着 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李克强同志 横幅下方是李克强同志的遗像 李克强同志的遗体 安卧在鲜花翠白丛中 身上覆盖着 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灵堂内 一个由白花插成的 新型花篮上头写着 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成红写女儿敬献 李克强的遗孀 成红女士坐在家属席 身旁有女儿和亲友陪伴 李克强女儿在北京四中毕业后 考入北京大学 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上午九时许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李强 赵乐际 王顾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等 在哀乐声中缓不来到 李克强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默哀 向李克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 并与李克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胡锦涛送花圈 对李克强同志逝世 表示哀悼 中南海和天安门广场等地将半起表达哀悼 自李克强总理逝世以来 境外遥媒 反贼 洋奴等群体 无底线的各种造谣散布阴谋论 党和国家领导人明明全部都到 八宝山公墓送别了李克强同志 那些造谣的说一个都没去的 连这种谣都造 你们会遭雷劈的 关于追悼李克强同志 李克强灵堂照片在网络上流传 其中一张是疑似李克强遗孀 成红接待前来致哀的宾客 成红全身黑衣 胸带白花 面容憔悴 照片显示在疑似和院内 灵堂布置简单 正前方写着 沉痛悼念 克强同志 李克强一向正中央 唯一的白色新型花圈 上面落款 成红率全家 一名男子肃立于一向的侧前方 外媒表示 许多网友纷纷热议 认为李克强灵堂太简陋 但港媒表示 这应该是李克强家里设的灵堂 如果是这样已经够隆重的了 灵堂布置庄严肃穆 杨奴说简陋寒酸 首位道宴的就是习远平同志 杨奴说没有习家代表出现 告别仪式是11月2日上午 杨奴说连告别仪式都没有 有人提出质疑 为什么李克强都已经去世三天了 还没有看到智丧委员会名单 和追悼会的说明 他们编造关于追悼会的谣言 其用意就是想借机制造混乱 新中国的总理逝世 自周总理之后再无公开追悼会 但不代表不开追悼会 担任过总书记或国家主席的 才会举行公开追悼会 参考最近几年的江泽民友李鹏吾 就目前来看 对李克强后世的处理规格 基本比照前总理李鹏办理 因为两人都曾任国务院总理 又都曾是党内第二号人物 李克强与李鹏复告中的嗜好都一字不差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李克强的丧事规格并不存在从简情形 因为按照中国近三十年的丧礼规格 除核心人物之外 其他郑国级领导人的丧事都不开追悼会 不全国哀悼 只在遗体火化档事举行告别仪式 在天安门等特定场所降半旗 李克强的丧事规格比照李鹏还略有提升 杨奴说中央降格 附上李鹏同志火化通稿 事情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正常人 自行参考对比 两份通稿有无任何出入 有人表示 李鹏总理追悼会公开的抖音上都有 你放心 李克强的追悼会新闻也会播的 领导人事事追悼会都是要开的 在京各领导各委员可以出席现场追悼 外省的则是亲戚老部下可以来京出席 领导人家乡以及其工作过部分地方 也可以设置灵堂 其他外省依照惯例降半旗致哀 民众可以自行哀悼 一切都是惯例行之有年 另外再解释一下 境外姚梅和反中养奴的意图 是想推动公开追悼会 什么是他们所想要的公开追悼会呢 就是遗体运输过程中允许大量民众聚集 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制造事端 毛主席有六个字形容他们 追到假 复必真 所以这几天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各种阴谋论 什么上海武警下手游泳池里通高压电 这些人为什么对阴谋论深信不疑呢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达克效应 说的是由于认知偏差 越愚蠢的人越难以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越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 从而对其所掌握的错误结论产生过度自信的错觉 提出这个理论的康奈尔大学心理学教授大卫邓宁 是从一个真实的案例研究中得到启发的 1995年4月19日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斯堡市 一名单枪匹马的劫匪 连续抢劫了两家银行后逃至夭夭 警察调取银行的监控录像后 惊讶地发现 这个劫匪居然没有做任何的伪装 而是以真面目大摇大摆作案 警察很快就通过举报找到了劫匪 迈克阿瑟·惠勒 他十分吃惊地说 我在脸上明明抹了柠檬汁啊 原来这家伙略懂一点化学知识 知道柠檬汁可以当作隐形墨水 只有在加热的情况下才会显示出自己 所以他想当然地认为 柠檬汁抹在脸上也一样有隐形的效果 才大摇大摆地去抢银行 毫无意外 惠勒被当年的世界年鉴评为 年度最愚蠢的罪犯 他搞笑的事迹也不是全无作用 成就了无数脱口秀的段子 还为心理学提供了达克效应 这个效应广泛存在 大卫·邓宁教授 在针对自己的学生的研究中发现 水平越差的学生 如果在未知结果的情况下 评估自己的成绩 往往都会严重高估 他门下成绩倒数的四个学生 估计自己的成绩比其他三分之二的学生都好 其实达克效应之前也有很多名言 有过类似表述 比如达尔文的名言 无知比知识更容易招致自信 沙士比亚的名言 哲学家罗素也说过 这个世界最荒唐的地方 就是蠢货和疯子都自信满满 而智者经常自我怀疑等 咱们中国人的表述就是一个词 井底之蛙 简洁的归纳就是越无知越自信 和有自卑情节 不信任情绪的人是无法谈真相的 因为无论你说什么 无论你说多少 他只需要一句话 我不相信就将你打发了 你所说的还有什么价值呢 而他为什么不相信你呢 他可能有过痛苦的受骗经历 可能有过长期的被压制 被迫害的经历 这造成了他的心结 他无法再相信他人与世界 他只能自己腐烂 无药可救 其次 为什么他又会相信阴谋论呢 因为阴谋论是唯一给他安慰的解释 是唯一符合他的心理期待的解释 你看 又来欺骗了吧 我早就看穿了 于是 凭借着这样的虚幻的成功 他们终于胜利了一次 终于伸张了他的可怜的自由精神 引阵是可以暂时止渴的 私人已逝 好在决定人生的不止他的长度 还有宽度 深度 密度 他的一生 有幸生在 有爱和安全感的家庭 接受过民国私塾文化 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指引 天性聪慧 勤奋好学 被八十年代 北大自由之精神浸润 开眼看过世界 适逢改开春风 达到过普通人 难以企及的高度 我们今天怀念他 某种程度上 也是在感叹一个普通人 人生的极限和局限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